哈囉大家好,是OneGame取肯花花 將跟各位介紹好久不見的新手不能不知的是 AKA新手小學堂第11集 如何使用製導武器 遊戲內目前有三大導引系統 手動製導、電視製導和雷射製導 其中只有電視製導具有射後物理的能力 這次的內容需要使用到非常多的按鍵 圖片是需要設置的按鍵設定 各位可以按下暫停設定完成之後再繼續看後面的內容 先來說說手動製導 手動製導導彈在發射後需要觀察導彈的飛行方向進行手動調整 正常情況下比較理想的發射距離在2公里內 使用機頭對準敵人所在的區域發射後再做調整 至於打不打重敵人就請各位多加練習了 手動製導按鍵設置倒是有趣的地方分享給各位 武器瞄準、撫養之後的最大值是往下、最小值是往上 所以為了更直覺的操作將最大值設為S、最小值設為W 2. 電視制導 電視制導武器理論上可以在非常遠的距離 鎖定敵人後發射或投放 但實際上要隨著實在的眼鏡 鎖定的精度 和鎖定動目標的距離 才會越來越遠 我最遠曾在10公里駕駛F-41 拋出AGM62A古眼魚E型電視制導炸彈成功摧毀目標 上次的SU-25BM的影片內 也在8公里左右發射KH-29T成功摧毀一台神射手 Hunter在Ateon上 產生更新的DEV伺服器的測試影片內 米格29SMT在29公里發射 真程型的KH-29TD電視制導導彈 成功摧毀固定目標 接下來是操作流程 按下火控系統 啟用瞄準照計 照準目標大致區域後 切換到電視制導畫面 電視制導鏡頭會自動看向你所照準的地方 使用畫面中心對準你要鎖定的目標 按下鎖定後 此時上下左右四條線會短暫閃爍 並延伸至畫面中央 不過四條線定住不動 而且鎖定的中心點 是在敵人的頭頂偏左 就代表鎖定成功 隨後就可以按下發射或投放 然後接著尋找下一個攻擊目標 想取消鎖定 只要再按一次鎖定按鍵 如果同時攜帶電視制導炸彈 和電視制導導彈 建議將武器鎖定 空對地 和導引炸彈鎖定 兩種按鍵分開 如果沒有分開 就要設定切換副武器 和取消武器選擇 兩種按鍵 請注意沒有使用切換副武器 然後又同時攜帶電視制導炸彈 和電視制導導彈 鎖定成功的時候 電視制導畫面不會跟蹤 但是你切毀一般視角時 來會看見有紅點 持續跟著敵人移動 雷射制導武器是操作難度最低 而且精確度最高的制導方式 缺點是每次只能攻擊一個目標 而且會觸發敵人的雷射告徑 對於某些沒有自動跟蹤敵人的飛機來說 雷射武器就顯得有點雞肋 因為你必須手動將雷射持續照準敵人 所以大部分飛機都會使用外掛吊艙的方式 彌補這方面的問題 目前只有米格27K有將吊艙功能整合進機體內 接下來是操作流程 同樣的先開啟火控系統 啟用瞄準造劑 造準目標大致區後切換到雷射制導畫面 發現敵人後在雷射制導畫面內 再按一次火控系統 啟用瞄準造劑 這時候敵人會被框起來 便可以直接發射或投放 如果兩個敵人靠太近時會造成誤差 可以按下瞄準穩定器 進行手動調整 也可以先開啟雷射指示器 照向目標大致區域發射或投放後 再進行鎖定有個導引的動作 算是一種比較進階的操作技巧 反正我知道那邊有人先丟了 再找目標 在等待遇到射程中的目標 好嗎 你嗎 最後是有電視制導武器的前提下的兩種綜合操作技巧 一、有電視制導武器的同時也擁有手動制導武器的進階技巧 原則上手動制導武器的射程是遠遠大於上述2公里的理想射程的 但在這麼遠的距離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清楚敵人在哪裡 此時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電視制導武器的高清鏡頭 用同樣的方式照準發射後切換到電視制導畫面操控導彈 以導彈尾焰的光點判斷前進方向對準敵人 但是要記得將機頭朝向敵人大自驅以後再發射 不然很有可能你會找不到自己的導彈飛到哪裡去了 2、有電視制導武器的同時也擁有雷射制導武器 但是卻沒有自動跟蹤功能的替代方案 同樣的我們也是要好好利用電視制導武器的高清鏡頭 畢竟像我一直以來所說的看得到才打得到 開啟雷射照準發射後利用電視制導畫面導引雷射頭 雖然你還是得手動照準 但是你可以看得更輕、看得更遠 理所當然的就可以打敗 好的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幫我按讚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是娃娃娃,我們下次再見,掰掰